歡迎到Next Shutter,我是進達 今天教大家怎樣用DeVinci Resolve 做些基本剪接 如果你是未下載、未安裝DeVinci Resolve 在Description 下面會有個連結去他們的網站 為何特意要選DeVinci Resolve 因為它是免費,而且很足夠用 如果你是剛剛開始,Resolve 最好用,因為免費 也有一個付款版,但如果你是剛剛開始 我會建議先用免費版 因為付款版是比較多給專業用 那些用途都不會觸碰得太快 如果我們下載和設置了DeVinci Resolve 我們再開啟它 我在Mac這裡開啟 DeVinci Resolve 不算是一個太重的計劃 它們現在是正確定了,讓一些輕輕的電腦都用到 但還是你的電腦都要有一個真實的GPU才能用到 不要試用電腦的電腦 真的要有一個更好的電腦才能用到 我們開啟了這個規格 在這裡選擇New Project 就給條名字 我們按Teaching Resolve 選擇Create 在這裡第一次開啟,我建議做一個 在這個Project Settings 按這裡下面 在Project Settings 我們要先選擇適合的效果 我這裡是2.5K 這個要自己打的 我們在這個Custom List 可以選擇某些效果 選擇適合的效果 如果你是1080,就選擇HD 720是選擇這個 看來是用哪個resolution 如果你的電腦不太快 我建議你下這個位置 Optimized Media和Render Cache 在這裡可以選擇某些輕輕的設定 GoPro Cineform算是比ProRes 422 422你也可以選擇最低的版本 Proxy 是DNX 我建議你如果在使用Windows 不要使用Uncompress 選擇GoPro Cineform 10bit 這個也算是可以的 Render Cache也可以做一個 GoPro Cineform 10bit Render Cache Render Cache Render Cache會小一點 就變成沒有這麼重用途 而且不會變得太重 這些選擇Frame Rate 都是看你使用那部機 有手提電話是30p 都要看你是否想跟上 那樣的Frame Rate 我自己建议拍摄的画面是25P,是好一点的 我自己建议觉得25P是最好的 在这里就没有什么东西要选择 如果你设定了某些设定,在这里是Preset 可以允设一个Preset,不需要选择 按这个Save As,就允设了一个设定 我不用特意去Save 我现在在用4K片,选择4K 则连变了4K的之前,是2.5K 这正是适合大量 我取写一些影片,无需特意在搜集中找,我们可以想在普通的搜集去找 提导再去到Mediapro的那位置 可以在影片上移動,可以很快看著影片 也算是很快的 在影片上按兩下,它會保留在這個位置 在下面可以拉,可以看影片 可以按space board,也可以看影片 我自己建議快點搜尋,可以看哪個位置 在後面也算是OK的 我自己喜歡用鍵盤短剪 我們在這裏做個in,即是影片開始在這裏做個i 在後面的位置 在這裏按O,這裏變成前後 我們在這裏可以選擇,直接拉影片下去 在這裏拉下去,直接有影片 如果在這裏拉下去,只會有聲音 如果想有聲音和影片,可以在這裏拉下來,兩個都有 在這裏拉下去,可以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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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選擇更長,更長,更短 在這裏拉下去,可以選擇 如果想在影片中間剪輯,可以在鍵盤按Ctrl-B 剪輯,就可以拉開一點,可以放這條影片在中間 現在有這三條影片在時間線上,如果想看影片是怎樣的,按spaceboard就正在玩這條影片 按多一次spaceboard就停止 如果想直接拿整條影片,可以直接拉下來,不用特意在這個位置去拿 這個位置都是一些快的preview,但多數不會在這裏直接拉整條影片,因為整條影片都很大 我們現在拉音樂錄下時間線,我們有音樂錄,直接拉整條影片下去 我們看到有些線,但它很微的,我們不是真的看到節奏 我們在這裏下面拉下來,就會看到高低比較好 我們多數會跟回音樂錄,我們來玩一下 我們 這個 我們都很快 找回一個 少少少Normal的位置 這個 Music 現在找一個Normal的位置 我們在這裏聽到的節奏 我們就這樣拉到這裏 再拉到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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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去聽到另一個節奏 再去聽到另一個節奏 聽到 這裏有一個節奏 這裏可以看這裏 看這裏 可以看這裏 自己的節奏 這樣可以看這裏 這樣可以看這裏 我可以看這裏 可以聽到它跟節奏 多數剪接跟音樂的影片就是這樣剪 我們現在把這段影片推出 我們在這裡的底下選擇Deliver 在Deliver可以選擇一些設定 在這裡選擇名字 在哪個位置我們想選擇出來 在這裡也有些預設設定 可以選擇YouTube用 可以選擇4K 這個變得更容易 不用太多東西 它也會幫你調整很多東西 在這裡再選擇一條影片 我們選擇完 這裡寫Teaching 選擇這個位置 在Movies 算是可以的 在這裡按Add to Render Queue 它會放在這個位置 我們如果開始Render 按這個Start Render 就開始做Render 我們按 這個算 我似乎會更快 是多一點的 我們就按Render Render 它會在那個 Folder 會出現的 今天教了這麼多 現在可以做些很基本的剪接 如果你想學多些剪接 以及怎樣用DaVinci Resolve 做多一點 記得按下方的Subscribe 按下方的Subscribe 如果有什麼問題 可以在下面打 下次見 拜拜